很多人接下来都要进行的是大学选课了 而且在选课之前都会打听说 这个教授到底是机不机车 博县也有教授反过来哦 他就说请机车的学生不要修我的课 而且他在他的课程大纲里面就公告说 如果同学表现得好就可以吃甜糖 那么不好就要喝苦茶 这番言论也引起同学的热烈讨论 有没有搞清楚吗 你要挑老师我还要挑学生的 您没听错政大这位刘教授 在系上是出了名的独特风格 许多大学生选课之前会打听教授会不会很机车 但是他却大胆的对同学发表 机车的学生别来修他的课 引发同学热烈讨论 老师还蛮有gots的 在网路上就问说这门课是不是好课啊 就有人回应说这是好课 因为我几乎一学期都没有去过 结果还得90分所以他就是好课 那我其实只在大纲里面 把很多老师想讲的话 把大家讲出来 刘教授还在学校的课程大纲里 PO了自问自答的Q&A 像是如果有人问教授给分甜不甜 他自己就回答表现得好就给糖吃 表现不好就喝苦茶 或是有人问教授会不会很机车 他则说应该要先问 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机车学生 请机车的学生不要修我的课 怪天怪地怪父母怪老师怪学校怪教育部 怪中华民国政府就是不怪自己 如果老师上课很有趣的话 我会想要选选看 表明不收机车学生 但大部分同学还是更想修他的课 只是有教无类这句话也提醒了 教学可能还是要好坏不分 我会想要好坏不分